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匠为你带来的 球豪女哥儿UM的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有1p的兔子vs3p的老C 来看双方精彩的决 双方是主力BO5 首发是小百合对战的林 好的 这手蓄力波直接被跳入 这小百合有发波的话 虽然说力回这个角色很强 但是面对林的快攻啊 你看这 对吧 各种身法 确实这小百合也不是那么舒服 只跳中拳对手对手先跳 连跳中腿林用血量优势 把对手关进板边 但是这个位置还想偷袭被跳入 好 直接裸 漂亮 这下老C看点很准啊 2p这位选手呢 不是很了解他的实力究竟是如何 对吧 但是能跟兔子打得不相上下 那实力绝对不会弱的 怎么也得是一线 对吧 好 下空前对方 对方直接打中乱动 小草打林啊 感觉 这生龙不太好出 确实因为他速度太快了啊 很多时候呢 就像打舵龙一样 你看被骗的多了 就算对手直接前大招就嘴都不敢生龙 招杀 想躲 躲不开的 这一下只能起跳啊 AB是AB不开的 嗯 好生 这看点很准 下行脚破防前走延直投 但这个林反边 反正我第一个角色对吧 我就快打掉两个了 我怕什么呢 留一次血皮 小草感觉没了呀 哇 这个生龙想点对手乱动 很自信啊 可惜对手没动 来吧 看一下这边梨草对林 先小跳逆向过头 小跳重腿对空 这下也是风味 风的不错 看下一回合 看这局怎么说 这边的无名啊 好 啊 这生龙一起不错 本来是要空了的 结果老C还是动了啊 这手咸血重腿接生龙 失误了吗 这套BC 啊 好的 直跳重腿对手 对手裸一臂 兔子这一下 有点怎么说 预毒的味道 老C也真上钩了呀 想杀一波 啊 这一下应该是想前走 反摇角 但是双脚没离地 被波打了下来 很难受 这很多时候有一个波 确实顶不少事啊 看老C这边的香飞 嗯 怎么想 左爆BC想搞事 但是被小草这边原地 追着高跳 惊巧对手对手 前跳落地将直 哇 秀一波 那这样的话 比分一比零 看这局怎么说 兔哥这边的克森纳基 确实翻盘能力超强啊 连老C也是 换上了双草 加一个香飞 应对措施 大条青角过波 硕铁跟上荒咬 反边怎么则 好延迟头啊 这个头技 很有怎么说 套路啊 这虚晃做得很到位 直接投 这确实比较少见 好的 下停战查核 延迟地投 这边图哥有一个波 但关键是 血量太少了 下一夜斋也是想骗CD 来侵选对手对手的 罗伊比 但是BC也是无法确认 挺多接个生龙呗 没脾气 看下一回合 这确实太难了啊 两个草居中内战 好伤 哇 奈多多逆向 哇 这套BC看一下 前冲生龙朔铁 可惜没接上 这下想秀 确实 直接朔铁大蛇 虽然说伤害不低啊 但是不够极限 毒的毒枪杀一波 哇 这老C彻底疯狂 跳青脚 对手对手 闲跳落地 将直 鲜美 这小草的一战 看起来就是赏心悦目 确实很舒服啊 来看一下 杜哥这边的无名 杜哥把草二换下去了 确实草二这个角色 比较极端 对 就好比 酒吧的小草一样 手段没有那么多 但确实 攻起来很硬核 好地头 大影跳 逆向 直接被裸 没脾气 招式换个别人啊 这下裸杀就是送 对吧 但这无名 超杀判定超 范围超大 好 裸一被C头 跑不了 高中拳对策对手 对手的夜筛 VC开起来 或正遥权会 轰击超杀 帅气 那没的 哎好 这下裸一被出版 牵线中腿 开始VC 笼车 生龙笼车 生龙没有 JMAX大折替呢 前跳C地址 这位生龙了 老C这边 跳C 哇 前冲占星拳 被生龙 这兔哥也是暴脾气啊 秀我是吧 我先给你秀一波 来看老C的香飞啊 阿玛 刺激 这无名血比较少 但是香飞攻进来了 香飞中近距离 是超级强势的啊 感觉就像老版本的 七加射一样 对 有那种感觉啊 下星拳一点 对手就不知道 如何是好了 动也不是 不动也不是 石跳祝先 被下星拳截到落点 老C还是祭出了 他的灵啊 好神 连跳进攻 这波却反 兔哥有点急了 那看一下 他的小百合 怎么做牵制 好的 这下后跳 宫中发波 直接被瞬移进身 却反一波 在空中也不是 绝对安全的 大特中腿 想整理向 预判对手的 后一臂 或者后后 老C也是比较稳 弹墙过来 嗯 行 潜心拳摸一下 一次 小中腿 打点有点高 落地 下星 小七不上 还想前冲 搞是被远星拳 控制位置 两边打得都 超级弦的 大胜 最后一丝血 看一下 老C这边的 无名 大特中腿 下臂两点 下星拳 升龙跟上 哇 贴连打乱洞 啊 可以的 这兔哥这手 小百合 这么强势 贴连也是打对手的 拆头 或者说 起身的凹招啊 看一下 兔哥这边的草地形 跳CD打乱洞 这个位置不错 但小草没有干前跳啊 飞行对手是无名 对吧 什么升龙啊 反右脚啊 前清拳啊 对空手段太多了 不太方便跳 大小CD抢空 好 落地 重拳打中断动 但是对手没开BC 老C这波没开BC 是个大事物啊 这BC开起来 兔子直接崩了 说实话 应该直接被秒的 那现在自己手里满资源 先走C头一丝血 这要是让兔子 这满血的草地形 面对到自己的 最后一个角色 我说实话 我是兔子 一套BC打满 对吧 这老C 长次都会轻了呀 看一下香飞吧 全跳重腿对侧 独的独 嗯 这个远中拳插盒 被打卡 一撕 哇 升龙硬凹 知道你要摸血 但是也没办法的 香飞这边的 升龙还是很强的 看一下兔子这边的 Kisunagi 前跳偏下盘 前跳进攻 两边 你看 这迪草反而不太敢前跳 这香飞只要直跳做的好一点啊 你想前跳会失亏的 要激励想光 哦 这一下跳不出去 前充延时点下盘 点对手的乱动 或者拆头 直跳中腿对空 哇 连跳躲超杀漂亮 这下直跳就躲你这一下 齐悦扬双龙歼 MAX大舌踢 帅的兔哥 比分二比一啊 这一瞬间爆发 打得太棒了 看一下败合 这外合 打零的话 基本都是靠意识 还有预定 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就是意识的 力回或者说反应呢 占比不会特别大 因为零的速度太快了 对吧 而且你看到再反应 你就已经来不及了 爆裂上街 去力波 牵制一下 到重腿想中 连跳重腿想转立向 这个位置反而被立向 下行脚点下盘 您这边唯一的 怎么感觉 攻不太精确了呢 我必逮到一套超杀项 以为能连上是吗 想多了啊 看一下老C 这边的无名 吼吼不动 OK 可能在调试什么 继续 这也是格斗游戏的 一个心照不宣的规定 开局厚厚 没有任何动作 不动 那就代表有事 你稍等一下 对吧 要是不等可以 下次我就不跟你打了 就是这样 好 大条重腿 像这些顶级高手 都是有武德的 低头进盘 大条金角 想点强转 兔哥也是给尊重 不动就好了 主无名这边 其实对位到兔哥的小草 还是很强 但我说实话 老C这边 阵中的无名还蛮突兀的 因为这角色 比较吃资源 力回不是不强 而是你想把它 发挥到极致 就是把它这个角色 优势全部展现出来的话 最好是手指 有足够的资源 碰空手段又多 对手不敢心意的 前跳的同时呢 无名这边才能放心 或者说展开手脚去压制 对 无名这个角色 还蛮强的 但老C这边 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为了 针对兔子的小草 把无名震中 他如果把无名 换一个角色的话 应该会好不少 好 不行 只跳C 对抗 这一下坏了 兔哥有点问题 跳不出血 奈多洛逆向 下清拳被点 你看 没笔气 跳青角逆向 哇 这香飞 这香飞真有说法 来看一下梨草 这梨草有个波 但香飞这直跳CD 确实让人很头疼 速度太快 判定还蛮强的 有老板老卢跳CD的感觉啊 好 这套BC 漂亮 前冲生龙 拢车 这套打满 生龙Mix 大蛇涕 还剩一丝血 没了 再度跟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先